上周台股大跳水是一度的盘中下跌了千点 而今天台股就备受关注了 早盘的时候呢是一度的下跌 不过随后又翻红试图要来反弹 但是呢涨幅有限 投资人心情恐怕也跟着上上下下 周一开盘一万九千四百六十六点 小幅下跌后没多久又往上冲 截至上午十点最高点是一万九千六百九十五点 上涨一百六十八点 不过随后涨幅又收敛持续震荡 飞师说明盘市主要还是受到美股影响 台积电开盘七百四十元 下跌十元后持续震荡 截至上午十点最多涨到七百五十七元 红海开盘一百四十一元 下跌近三百分之随后也上涨 而AI类股受美股拖累 广达开盘就跌近四百千 伪创营业达也跌于二百千 但韩运股延续上周气势再上涨 联电首度退出联勇董事会震撼业界 联电周一股价开盘也跌约一百千 大盘持续震荡 到底何时出现止跌讯号 四大投顾董总也认为后续能否占回两万点 要看中东情势台积电 季线不破外资空单下降等 而新台币对美元早盘开升零点二分后 又回贬三十二点五六元 目前持续震荡 TVS新闻李贯正章会先台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